因为疫情关系 急诊第一线上 护理人员的陈慧 演变成站着开 避免交互感染 发给护理师水深攜带的警铃 在最容易发生医疗暴力的急诊区域 保护他们的安全 像灾难来的时候 或者是COVID来的时候 整个急诊跟外界的沟通 是整个医院跟外界沟通的窗口 所以那个都是相当辛苦 然而在这样分秒必争的环境里 日前化练慈激医院急诊护理师 却花心思为确诊隔离的阿公过生日 基于保护而必须重重隔离的病房里 转个弯一样可以传递情感的温度 我自己的亲人其实 我就是那个赶不及回去的游子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如果真的有机会 就是要及时的去告诉家人们说 其实是要祝福这样 护理长在社群媒体分享 疼惜同仁的辛苦 大家对急诊的印象可能就是我们都 比较女汉子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有时候人文的 有这样的人文的部分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这个部分还是要让大家看到 柔情的一面 不只挺身守护全民健康 更看见慈悲柔软的爱 视病如亲 当然新闻唐人军中央 波登明仪花莲报道